大家好 歡迎收看汽車火鍋頻道 那我來看一下2020年1月24號的精彩539預測號碼 好讓我來看一下一頁 我們這頁是以先看上次期 由7月20號所開出的石油這個數值 那我一樣是以這個4期7月25號以及8月10號 好1月15號以及1月17號 同樣以此類的前上四期 來做他的數值去減6 那16去減6的話 那對應到下6期的數值 我們看到81號開出這10的數字 那再來 8月6號 11這個數字我一樣去減6這個數值 所帶出來是8月17號 剛好11減6號剛好得到5這個數值 在1月10號 我們用10去減6 剛好帶出來是4這個數值 那看到1月13號的時候 用11的數值去減6 那代應出來有可能是多少呢 那有可能就是帶出5啦 所以就要留意一下哦 好再看下一頁 好我們看到 這一樣 這個 前這個數值的下午期 所帶出來的 由12月21號開出的數值32 然後對應到下午期的時候這個數值 由7再加23這個數值 那我們帶出來看下一期的時候 由7加23剛好是開出是12月28號為30這個數值 那以此類推1月6號 14的時候再加23數值 很明顯的哦 1月7號帶出來剛好是37這個數值 那在1月10號的時候這個2的數值再加23 那我們由1月11號剛好帶出來是數值是25 那我們推估1月24號有可能開什麼數值呢 就是由1月23號這個這一期 1再加23 那我可能下一期有可能會帶出來可能24 這是我們預測的一個數值 好這預測預測數值那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 好再看下一頁 那這一頁我們看到 第4月12 8月15 10月29 以及12月21跟1月23號 很明顯的第一支都開為數值為1 那第三支都開為23相對應的 那我們明顯看到他的都下一期 都開入16 19 25 在12月23號一樣開6尾6跟16 那我們預估推測啊1月24號有可能開出6尾的數 6跟16 以及19跟25 那這四支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預報周期就到這邊哦 那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 以及訂閱及分享哦 謝謝大家 那預祝大家能夠重大獎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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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